风面天天见 生活新发现 哈喽 大家好 秋冬季节来临 室外气温较低 还经常下小雨 应该怎么玩 今天就和逛姐一起去解锁 室内可以进行的花样玩法吧 说到室内运动项目 大家是不是想到的就是 游泳馆 健身房 其实在室内的玩法十分多样 你可以体验到羽毛球 乒乓球 篮球 滑板 滑冰 格斗 功夫 健身等多项运动 还提供教练进行一对一指导 穿过商场 走到顶楼 你一定想不到在城市里 还有这样的马术俱乐部 这里有超过十匹马 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 匹配相应的马 还有教练全程悉心指导 想挑战的大家一定不能错过哦 离开SM广场 我们来到的是临近的朗朗天地 这里可以说是新近的朝闻圣地了 同样有露天的篮球场和滑板俱乐部 还会举行各种有趣的活动 在这里可以体验近几年颇受欢迎 火爆朋友圈的运动 射箭 不仅可以锻炼专注力和耐心 同样也可以身体塑形 缓解压力 怎么样这些室内运动 不仅可以消磨时间获得乐趣 还可以强身健体 无论是和家人朋友 还是情侣约会都可以来玩哦 看视频 上封面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